嗨 您好 是广桂华这里边 嗨 您好 大姐 嗨 还小绿了 不认识你 不认识我 跟师大客人跟我 你好 红娘小绝 广桂华 71岁 现居住地长春市 退休金两千多元 有双宝住女儿房子 扫 我原来和姑娘在一起了 孩子也说了 这么大岁数了 又给我们查地 又收拾屋子的 多累呀 就说让我自己 想给点福吧 那这房子是孩子们给你买的 还是自己买的 房子是姑娘买的 管大姐说 自己之前一直跟女儿 一家一起住 一起住时 管大姐就闲不住 老想多帮他们干点活 照顾他们 后来女儿为了让她 多想点轻福 再轻松点 就单独给她买了这个房子 就是一个姑娘 好 所以有的时候 姑娘都贴过你点 对 对 完全是 完全都是姑娘贴过 不住 姑娘家条件好又孝顺 管大姐说 自己的工资基本不动 吃喝拉撒全是姑娘管着 说起这些 管大姐表示很欣慰 你之前还在退休的 我在那个什么 南光区那个 气动元件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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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那做会计工作了的 管大姐说 自己做了一辈子 跟前打交道的会计工作 所以对于花销方面很会精打细算 尤其是在自己的穿着方面 那是能省则省啊 有件衣服能穿好多年的 这个衣服穿多少年的 这个衣服也挺 你别弄十多年了 十多年了 保存这还这么好 就是还十多年的 都是我这基本上都是 十多年的 对对对 一双鞋也是能穿十多年 是吗 就是这个就是 这连十的 这鞋都穿多少年了 这也就是八九十的年 现在这那刻都多年了 这皮鞋都是十多年了 这也十多年了 这都十多年的玩意 没有那什么 穿的真结实 我穿的东西都一点也不老 一件衣服能穿十多年 一双鞋子能穿十多年 管大姐说 除了自己穿着不废以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老伴去世的早 自己得节省着花钱 把姑娘抚养长大 她在单位吧 就是也是招待那个 就是客人下的 她喝点酒 然后她就得的是老出去 美的 完了 你这么说 她那年才四十七 四十七岁 管大姐说 老伴在四十七岁的时候 因为脑猪血去世了 老伴的离世 给她很大的打击 足足病了一年 然后管大姐 也就一心朴实地挣钱 抚养姑娘长大 也从来没考虑过自己的个人问题 完了然后 我不就带我这个姑娘嘛 我带姑娘完了 我就没考虑 我以啥说不能考虑 我就说还怕 那些意识不好 人怎么办 就一局就没找 那婚人是怕 你找后老大人对姑娘 都不好了 对对对对 就是那个意思 完其中就没有 哎呦那时候说在里 你给我介绍的都挺好的呢 你明明在北京那个啥 开三处买卖 管大姐说 为了女儿 其实她错过了很多姻缘 但她一点都不后悔 因为现在姑娘幸福了 对自己也孝顺 所以她觉得一切都很值得 现如今管大姐说 自己的生活过得很洒脱 没事听听音乐唱唱平剧 就是她最大的乐趣了 也挺喜欢唱歌的 是小学的时候吧 我也是在学校的那个合唱团 咱就是出风头的活 那你上单位的时候 就是在文艺方面咋样呢 文艺方面也行 你要是真是说 过年过节啥的了 完了给大家唱一个或什么的 那都能 对呀 唱名剧啦 唱金剧啦 那我都能来两句 你还都能来一下 你现在这个什么 那个是洪灯记那个是 听奶奶江革命 我是风里生来 雨的一朝 关大姐说 独乐乐不如重乐乐呀 自己一个人唱 怎能比过了两个人合唱呢 所以现在她想努力 寻找自己的幸福了 就是你开的少 就是挣钱少一点也没关系 但是我得想 第一眼就是觉得你挺不翻人的 那就可以 不像人家说的 哎呀妈呀 这挑人挣钱多少 那算啥呀 管大姐说 在找老伴 这经济方面啊 都是次要的 主要是能对上自己的眼光就行 好